現在消毒用品和口罩供應 都逐漸回復正常 早前因為一罩難扣 牽起了全民自製布口罩的熱潮 早前深水埗 有多間布行都開始主力 賣布口罩原材料 幾乎每間都是人頭湧湧 這些便宜布,10元就有了 有些幾十元 現在整一個要多少錢? 我走到這裡,原來這麼便宜 10元有財產 已經剪好了給你? 對… 知不知道它用什麼布料? 這個是防水,裡面的棉 他說建議加上筆織布 一般都是紋膠,如果膠會很焗 之前也試過做膠? 做過,對 感覺是怎樣的? 超焗,無法呼吸 布口罩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搭配外科手術口罩一起用 另一種可以在中間的情況入濾心 模仿外科口罩的三層結構 而原材料也有很多花款 自己選布也可以,買DIY懶人包也可以 裡面有三層物料 還附送紙樣、橡筋和針線 面層材料要兼顧防水和透氣 一般坊間常見的 是用防水布或是膳水布 究竟哪種才合格呢? 膳水布一般是用尼龍來做 如果濕了一段時間 那個布也會吸收水 就會影響防水功能 博士建議 最好選一種透氣防水布料 叫做PTFE 要隔絕和過濾細菌病毒 最關鍵的都是中間那層的過濾層 外貨口罩中層用的是熔噴筆織布 一般市民是比較難買到的 而坊間出售的筆織布 大部分的纖維密度都不夠高 未必有效阻隔外來飛沒 第一,他們的生產日期 我們都不知道 來源我們都不太清楚 如果觀眾想做自製口罩 就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依賴他們買到的材料 就可以當作外面買的手術口罩 那麼好用 有研究報告指出 過濾細微粒子最有效的材料 除了外科手術口罩外 就是真空吸塵袋和茶布 分別是94.35%和83.24% 不過不是數字越高就越好 因為它們密度夠高 但是透氣度不足 未必適合用來製造口罩 這兩種布的問題是 它的密度比較高 令我們呼吸不太舒服 令到氣壓外面和裡面的差別太大 很容易在旁邊透氣 就會增加傳染的風險 如果市民都想在家製製口罩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給他們 可以用家製的物料 就是用兩張廚房紙 做中間那層過濾 那兩張廚房紙就90度轉了 目的就是提高它的過濾能力 那它們聲稱都可以過濾到 比起外面買的收拾口罩 大概有九成的作用 不過廚房紙口罩戴一會兒 就會很快變濕 最多兩個小時就要替換 在一罩難求的情況下 這部口罩作為最後一道防線 可以說是有好過沒有 但無論外科口罩還是自製口罩 都不可以百分百阻隔到細菌病毒 而且港大的研究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的存活時間 比較長 在外科口罩的面層 可以存活到七天 所以市民除了戴口罩之外 更加要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勤勤手 吃飯脫口罩,摺起它,放進褲袋 又怕骯髒又怕皺 放在紙巾上,又怕它到處飛 我究竟可以怎樣做 平時脫下口罩 如果存放不當 就有機會會弄髒的口罩 隨時把菌吸收下肚子 不用怕 有一種看不起眼 但超實用的神器 口罩收納甲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但如果想更加經濟化算的話 其實你只要有一個膠的檔案 3分鐘就可以DIY一個簡易版的收納甲 步驟和工具是非常簡單 首先,隔一塊跟口罩size相同的膠片 左右上下對接之後 基本上已經成型 不過最好中間下半部 預留1-2cm的空位 方便截碟 以及哪邊位最好剪走一袋三角形 是用來鋪住口罩的橡巾 那就大功告成了 超低成本 就可以一個檔案做到 3-4個這些口罩收納 又方便儲存 可以放在衣袋、衣袋都可以 第二種就是更加實用的口罩收納袋 可以放到兩個口罩 只需要在左右兩邊摺出袋口的形狀 再用雙面膠紙貼實 最後用魔術貼,貼實內袋的兩側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會用雙面膠紙貼實內容 就是這些可以放在外面上 好的口罩 然後就要不加密封 再用一個口罩 看起來要不加密封 但我會用到外面的口罩 最好看的 因為我會用到外面的口罩 所以我會用到外面的口罩 我會用到外面的口罩 10%濃度的酒精清潔口罩套 確保衛生